我叫陈小梅,今年58岁,退休三年了,是县城事业单位的职工,我娘家是在平级的黄土高原上,漫天黄土,飞沙走时,每家每户都隔着百米深沟,想要见面可能就得花上大半天的时间,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很贫寒。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,我上面是一个哥哥,下面是一个妹妹,一个弟弟,妹妹比我小五岁,弟弟比我小七岁,其实我和妹妹中间还有一个弟弟,但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。 我和哥哥只差一岁,我们两个都是一起上下学,那个时候,我大伯是村里的老师,我和哥哥每天天不晾就跟在大伯的屁股后面往学校走,放学了又跟着大伯回来。 哥哥那时候很淘气,动不动走到半岛就不见人了,让人一顿好找,但貌似大伯很了解哥哥,每次都能在附近的卖草堆里。 或者是地棱下面找到他美美地揍一顿,就能管上个两三天,我们那里的人都得靠天吃饭,哪年雨水多,庄稼就收成好,哪年雨水少,那就只能吃坑燕菜了。 记得那个时候,母亲给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黑面,黑面馍馍,黑面圈圈,还有地里的野菜,想吃一顿白面,吃上几个大白馒头,都特别困难。 有一年粮食收成还可以,赶上过年,母亲想做一点油饼,但一直拖到天黑才做,我问母亲为什么白天不做,非得等到晚上点着没有灯做。 母亲小声说,嘘,你小点声,小心别人听到,白天烂衣来人给吃不起啊。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,不是母亲小气,是真的穷怕了,害怕别人吃了,给我们几个孩子就没什么吃了。 我们那里吃的水都是雨水,每家每户会打一个水窖。 把水沟改好,等到下雨之日,雨水就会顺着水沟流进水窖里面。 如果每一年雨水少了,连做饭的水都很稀缺,就得赶着毛驴,拖着两个大木桶去很远的山脚底下去找水。 小时候村里一个亲戚家条件好,他们家的孩子时不时都会穿一件新衣服,我们都好喜欢,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,心想我要能有一件新衣服该多好呀。 回家让母亲给我买一件,母亲总是会说,咱家穷,饭都吃不起,哪有钱买衣服。 我穿的都是哥哥穿小了的衣服,我记得有一年我没裤子穿,母亲翻箱倒柜地给我找出来一件哥哥的裤子。 但是穿上很短,母亲就找了一点烂布头子,给我又缝了一截,我现在还记忆犹新,裤子上面的颜色是黑的,下面那一截是蓝色的。 那个年代,没有多少换洗的衣服。 所以,不管大人小孩身上都长满了狮子,每天晚上吃过饭坐到炕上,就会脱下一扶桌狮子。 两个大拇指甲该用力一挤,听见喀啪一声,一只狮子就被消灭了。 那时候,这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,谁也不笑话谁,有时候发现狮子比较肥大,还会开玩笑说,你把狮子养得真肥,挤上好过瘾呀。 那时候的我们更没有鞋穿,一双布鞋能穿好久,我记得母亲给我做了一双布鞋,我穿到最后,脚后跟东露出来了,鞋底磨了一个大洞。 上学的路上,如果赶上下雪天下雨天,我的脚都是湿透的,尤其到了冬天,我的脚就被冻得红肿,有时都会被冻烂。 虽然日子过得很寒碜,吃了上顿没下顿,但我和哥哥的学习还是挺好的。 那年妹妹五岁,生了一场病,父母掏空本来就不多的积蓄。 还借了很多钱,带到县城才看好,回到家,妹妹已经瘦成皮包骨头了,父母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 到了拉月快过年了,妹妹总是念叨着,爸爸妈妈,快过年了,我好想吃肉。 父母听了不吱声,过了一会儿爸爸说,放心吧孩子,过年肯定让你吃上肉。 父亲转过身,就皱起了眉头,把母亲叫到门口小声地说, 我们现在身无分文了,还欠了好多钱,孩子要吃肉怎么办呢? 看他瘦成那样,我心都快要碎了,今年说什么都得让他吃上一顿肉。 母亲抹着眼泪说,不行了,我们找人借点吧,年过了,我们再想办法还。 我和哥哥站在门口的角落里听得一清二楚,那时候比较傻,我还问哥哥,你猜咱们今年能吃上肉吗? 哥哥说,不知道啊。 吃不上,就只能吃糠燕菜了。 第二天,父亲就去大伯家想借点肉,大伯是老师,人是挺好的,可大伯母素来都不好相处,说什么都不肯借给我们,说他们只有五六斤的肉,借给我们,他们就没什么吃了,父亲只好失望而归。 父亲接着又去了几个亲戚家,但他们都不愿意见,三言两语就把父亲搪塞过去了。 我和哥哥站在大门口等父亲的好消息,没想到他搭拉着脑袋回来了,跟我们一句话都没说。 那天晚上,我和哥哥在门口听到父亲对母亲说,你要不明天带着养个孩子去他姥姥家一趟吧,看能不能给咱借一点肉。 母亲唉声叹气地说,我妈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?这几年一直对你有意见,嫌你没本事,日子过得寒碜。 你哪次去了,让你进门吃过饭了?给咱们借肉估计悬。 母亲话音刚落,父亲什么都没说,就挨了一声。 第二天天不亮,母亲就进来喊我们起床,让我和哥哥陪着他去一趟姥姥家。 姥姥家挺远的,走大路的六十多公里,为了节省时间,我们都是走小路,翻几座山就到了。 姥姥老爷一直跟舅舅一起生活,舅舅是个木匠,家里条件能比我们好一点。 到了姥姥家,已经中午了,我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,姥姥老爷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,还跟两个表弟玩耍,舅舅舅妈在小院后面的柴火堆跟前提柴。 姥姥老爷见我们来了,也没有多高兴,姥姥上下打量了一番我们,就对母亲说了一句,你又来借东西了呀,当初我就说你跟着她美好日子过,你还不信? 现在,把日子过成这样了,知道回来找我们了。 母亲被姥姥说得面红耳赤,又小心翼翼地说,妈,我来就是想问你们借两斤猪肉。 小敏刚看病回来,我们也把钱花光了,孩子想吃炖肉,等年过了,我们就想办法还给你们。 这时舅舅舅妈走过来,把我们招呼进了房间,舅舅人还不错,让舅妈给我们一人煮了一碗面条,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,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,狼托虎咽的就吃了。 哥哥吃完还想吃,这时姥姥说,外孙子是狗,吃饱就走,这话说得一点没错,来了也没给我带什么东西,反而还想蹭我们几碗饭。 母亲一听这话来气了,放下碗筷,就冲着姥姥说了一句,就算我们饿死,也不会再问你借东西了。 说完拉着我们两个转身就走了。 舅舅还有点心疼母亲,我们走了四五十米了,还在后面叫着母亲。 但母亲头也没回地就走了。 回家的路上,母亲边走边哭,还不停地对我们说,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,将来才有出息,要不然就像妈妈这样,为了两斤肉球爷爷告奶奶还借不来。 从那之后,母亲再也不想去姥姥家了,就算日子再苦,她也咬着牙熬着。 从姥姥家回来,离过年越来越近,父亲母亲愁得脸上都没了笑容。 那月二十八早上,公鸡刚打鸣,父亲就进来喊我和哥哥去大姑家一趟。 哥哥挠了挠头,好奇地说,去我大姑家干什么? 父亲用手搓了搓脸说,你大姑家条件好,每年都养一头猪,问他借两斤肉应该不成问题。 我这时候就对父亲说,大姑真的会把肉借给我们吗? 前两年,你们还因为几块钱闹过矛盾呢? 父亲无奈地说,你们去试试吧,给借了更好,不借也没事,你们回来就行。 你们是孩子,跟姑姑借肉也好张口,爸爸确实摸不开这个面子。 我和哥哥天麻麻亮就出发了,那天很冷,还刮着风,黄土满天飞,大姑家也挺远的,差不多有三十多公里。 一路上,我和哥哥走走停停,脸上,头发上,衣服上都是土,到了大姑家,我们俩都累瘫了,进门一屁股就坐在了凳子上,大口喘着气。 大姑赶紧端了两杯水,我们大口大口地就喝了下去。 我们喝完水,大姑就问我们,孩子,这么冷的天,你们怎么来了,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急事,要不然你们也不会冒着大冷天讨来。 哥哥缓了一口气说,大姑我爸让我们来,想问你借两斤肉,我妹妹看了病,消瘦了很多,就不快过年了,天天念叨着想吃肉,大姑你看能借我们吗? 我爸说过完年,就想办法还你。 哥哥话音刚落,姑姑就说,哎呀,孩子你们来的正是时候,前两天我们刚杀了猪,我和你姑父还念叨着小敏刚看完病,等正月了我们去看小敏。 给你们带个猪腿,再带点肉呢,没想到你们今天就来了。 正是姑父,就对大姑说,那你赶紧给两个孩子做点饭吃,我去把肉给装好,这马上过年了,快让孩子们拿回去。 大姑急匆匆地跑到厨房,给我们炒了一叠子肉,还煮了两碗面,那肉真是太香了,我和哥哥把一叠子肉都吃光了。 吃完饭大姑就说,孩子,那你们赶紧回去吧。 大姑就不留你们了,你爸妈肯定也在等你们的消息。 说着,大姑又从厨房提出来一个袋子,里面装了四个大白馒头,馒头里面还加了几片肉。 大姑说,把这吃的拿上,你们路上吃。 大姑又跑到堂屋拿出来两顶帽子,两双手套,让我们戴上,说风太大了,太冷了。 这时候,姑父从旁边的那个房间里面背出来了两个袋子,袋子口扎得死死的,我们也不知道姑父装了多少肉。 只是提起来沉甸甸的,我就对姑父说,姑父,我们只要两斤肉,怎么这么重? 姑父说,孩子,没多少肉,你们一人背一袋,赶紧回去吧,三十多公里路呢,太迟了,我们也不放心。 就这样,大姑和姑父把我们送到了大门口,我们两个背上就离开了。 一路上,我和哥哥别提有多高兴了。 来时那么大的风吹的走起路来都很困难,回去的时候,背着袋子都觉得轻飘飘的。 姑姑装的大白馒头,我和哥哥都没舍得吃,想拿回去给父亲母亲妹妹弟弟吃。 没过多久,我们就回到家了,父亲站在大门口,看到我们一人背着一个袋子,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说了。 进了房间,父亲迫不及待地打开袋子,伸着脖子往里面一看,父亲惊讶地说,天呐,你大姑怎么给咱装这么多肉。 母亲也很吃惊,扒开袋子口一看,里面竟然是一个猪前腿,两大吊五花肉,这十斤都不止了。 母亲找了一个篮子,就想把肉取出来,放篮子里面,没想到袋子最下面还装了两条鱼。 父亲看着一大堆肉,瞬间泪如雨下,父亲抹着眼泪说,你大姑这次帮了咱家大忙了。 这份恩情,你们一定要记着你大姑家有大爸,以前他每年来的时候,都会给我们带几条鱼吃,现在大爸干了,这鱼肯定是他们买的,还能给咱们送两鱼,对咱们真是太好了。 那一年,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肉,过了一个肥年,后来我和哥哥考上了学,进到了事业单位工作,妹妹当了老师,弟弟做起了生意。 我们家的生活越过越好,父亲时常在我们耳边念叨着,孩子们,做人一定要有良心,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,但可千万不能忘记你大姑的恩情,你们要多去看看大姑。 隔上三四个月,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开着车,拉着父亲母亲去大姑家坐一坐,陪大姑姑父聊聊天,小酌上几杯。 如今大姑姑父,父亲母亲都已经八十多岁了,身体除了一些小毛病外,也没有什么问题。 每年我们两家都汇聚在一起,也正是因为父辈们这种深厚的感情,我们和姑姑家的表哥表姐表妹关系都特别好。 现在我时常会想起来去姑姑家介绍的场景,我也教育着我的后代,做人一定要懂得知恩图报,珍惜哪个人对你好的人。